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四項第九案 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經第六次本會起第六次會議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報告院會因協商已逾一個月 無法達成共識 依立法院執權刑事法第71條之一規定 由院會定期處理 原以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現在進行廣泛討論 依登記順序發言 第一位請江啟臣委員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針對這次刑法部分條文的修正案 我們認為依據法務部106.12月4日 在司法法治委員會的報告裡面有提到 他說爭劣敵人之文字於本罪章的部分條文內 他的犯罪構成要件的解釋或適用上 會有疑義 另外司法院在107.3月14日所提的報告也提到 在第十條徵定敵人的定義規定 恐無法作為本法其他規定的解釋適用準據 是否妥適應該要再斟酌 所以可見不管是法務部司法院 對於這一案的修法是有相當意義 而且未表贊成 另外根據現行的規定 審查會通過條文針定敵人兩個字 是引用陸海空軍刑法的第十條的規定 那根據陸海空軍刑法 所謂的敵人是指跟中華民國交戰或武力對峙的國家 或者團體 唯陸海空軍刑法只適用在軍人或戰爭時期 且與普通刑法有不同 那麼兩岸關係特殊 所以如果用敵人來定資 如對岸具有官方身份的人員 前來兩岸進行交流的時候 是否屬於敵人呢 那將會產生實務認定上跟適用上的困難 所以我們將敵人修正為境外敵對勢力 來因應現況 並補充現行規範的不足 因為根據通刑法第八條 對於所謂境外敵對勢力是有定義的 所謂的境外敵對勢力是指 第一個外國政府外國或境外政治實體 或其所屬機關或代表機構 第二個由外國政府外國或境外政治實體 指揮或控制的組織 第三個以上從事國際或跨境恐怖活動 為中止的組織 所以我們拿這個定義 來取代修法當中所用的敵人兩個字 可以補法制上跟規範上的漏洞 也避免適用上的疑義 以上說明 謝謝 陳玉珍委員 陳學生委員聲明對剛才之表決 與國民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我們刑法在適用外患內亂罪 這數十年來都沒辦法有效的處理共諜的問題 我們終於走到這一天 可以用刑法來保護我們兩千三百萬人的安全 保護兩千三百萬人的自由 刑法內亂外犯罪的修訂 是要修補法律的不足 不是用來做政治立場的表態 所以本席從提案推動到現在 我們很注意的希望是不分朝野 不分政黨 可以一起來支持這個修法 防止台灣內部被分化瓦解 那我們現在整個這個修法的配套要整個來看 115-1條我們把適用範圍明定清楚 113條對於政府未授權的行為 現在罰20萬到200萬 常常講這是無效的紙老虎 我們希望對影響國家安全的 國家利益的能夠提高刑期到無期徒刑 所以有關刑法內亂外犯罪的修訂 國民黨的意見我們也尊重 敵人如果認為太突兀 我們也可以用範圍的方式來處理 我們衷心的期待 當我們在國內對公共政策有所欺異 可以分藍分綠 但是面對威脅 面對國家的安全 面對2300萬人生存的存序 我們讓法律來保護它 而這個刑法 長期不能適用共諜案 導致了案情 比方說中共的中校 解放軍中校鄭小江 他用港商的身份來到台灣 吸收了北干少將 退役少將徐乃全等人 建構了我們查獲史上最大的共諜網 結果他沒辦法適用刑法 只能用其他法律來處理 他被判處四年 那徐乃全是兩年十個月 可是羅賢哲是現役軍人 他在駐泰武官的時候 他透露洩漏了我們的機密資料 他被求處死刑 後來因為自白繳回不法所得數百萬 他被減輕到無期徒刑 我們從這裡就看得出來 同樣傷害國家安全 鄭小江岸是解放軍派的人來吸收 他的刑期竟然低到四年以下 這個洞如果不補起來的話 我們在國內的論戰 這樣子自由民主的環境的空間 將被侵害 所以今天是重要的一天 我希望我們立法院能夠不分黨派 一起來支持刑法內亂外患罪傷的修正 讓法律來保護我們的國家 讓法律工具讓我們的執法者 有符合比例原則的執法能力 以上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第103條 請宣讀審查會及修正動議條文 審查會 審查會第103條 通謀為國敵人獲旗派遣之人 意圖使該國他國或敵人 對於中華民國開戰端者 除死刑或無期徒刑 且向之未罪犯罰之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罪者 除三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103條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第103條 通謀為國境外敵對勢力獲旗派遣之人 意圖使該國他國或境外敵對勢力 對於中華民國開戰端者 除死刑或無期徒刑 且向之未罪犯罰之 預備或陰謀犯第一項之罪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處理本條一修正動議 審查會條文之順序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民進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結束了 因此 表決結果 出席88人 贊成63人 反對24人 棄權1人 贊成者多數 座以下宣告第103條 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通過維持現行條文 不予修正 現在進行第104條 請宣讀審查會及修正動議條文 審查會通過條文第104條 通謀外國敵人或其派遣之人 意圖使中華民國領域屬於該國 他國或敵人者 除死刑或無企圖刑 前向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陰謀犯 第一項之罪者 除三年上十年相有企圖刑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104條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第104條 通謀外國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 意圖使中華民國領域屬於該國 他國或境外敵對勢力者 除死刑或無企圖刑 前向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陰謀犯 第一項之罪者 除三年上十年下有企圖刑 宣讀審查會條文之順序 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議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現有民進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跟國維議好 arrangement 運動局 於是 全國維議的 並順序 全國維議 成功 他們 是 全國維議 打措法 受委員 感谢观看 表结结果出席89人赞成63人反对25人弃权1人赞成者多数 座以下宣告第104条 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通过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 现在进行第105条请宣读审查会及修正动议条文 审查会通过条文第105条 中华民国人民在敌军执意或与敌人 卸抗中华民国或其同盟国者 除死刑或无企图行 前向之未遂犯法之预备或阴谋分 第一向之罪者除三年上十年下有企图行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05条 为之现行条文不予修正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05条 中华民国人民在敌对执意或与敌国境外敌对势力 卸抗中华民国或其同盟国者 除死刑或无企图行 前向之未遂犯法之预备或应谋分 第一向之罪者除三年上十年下有企图行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处理本条一修正动议 审查会条文之顺序依序进行表决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表决民党党团修正动议 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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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 出席89人 赞成 63人 反对25人弃权 1人 贊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105条 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通过 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 现在进行第106条 请宣读审查会及修正动议条文 是查会通过条文第106条 在与外国或敌人开战或将开战期间 以军事上制利益公开我或敌人 或以军事上制不利害中华民国或其同谋骨者 处于徒刑或经营上游戏徒刑 前向之未遂犯罚之 预备或议谋犯定向之罪者 逐五年向有期徒刑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06条 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06条 在与外国或境外敌对势力开战 或将开战期间 以军事上制利益公帝国或境外敌对势力 或以军事上制不利害中华民国或其同谋国者 处于武器徒刑或亲眼上游戏徒刑 前向之未遂犯罚之 预备或阴谋犯定向之罪者 逐五年向有期徒刑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处理 本条一修正动议 审查会条文之顺序 依序进行表决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 民进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旅人到家 国际公司 初衅 鲍城 董事 国际公司 民党 工历 民党 出任 可 民党 安 任 工历 山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89人赞成63人反对25人弃权力人赞成者多数 做以下宣告第106条 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通过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 现在进行第107条请宣读审查会及修正动议条文 宣查会通过条文第107条 范茄条 第一项之随有有效力进行失忆者出死刑或无企图刑 一将军队交付敌人或将要塞军港军营军用船舰 航空机及其他军用处所建筑物 与供中华民国军用之军械弹药 请量及其他军需品或桥梁铁路车辆电线电局 及其他工转运之器物交付敌人或毁坏或致力不堪用者 二代替人招募军队或山或军人使其降敌者 三山或军人不执行职务或不守纪律或叛逃者 四以关于要塞军港军营军用船舰 航空机及其他军用处所建筑物 或军略知秘密文书图画 消息或物品线或交付于敌人者 五 为敌人之间谍或帮助敌人之间谍者 前向之未遂犯法之 预备或阴谋犯第一向之罪者 处三年以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民企党党团修正动一第107条 维持现行条文不语修正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一第107条 犯前条第一向之罪而有项列前行之一者 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一 将军队交付敌国或境外敌队势力 或将要塞军港军营军用船舰 航空机及其他军用处所建筑物 余攻中华民国军用之军械 但要请量及其他军需品 或强梁铁路车辆电线电机电矩 及其他工转运之器物 将物敌人或毁坏或制令不堪用者 二 待敌人周末军队或山获军人使其降敌者 三 山获军人不执行职务或不守纪律或逃判者 四 以官员要塞军港军营 军用船舰航空机及其他军用处所建筑物 或军列之秘密文书图画 箱形货物品泄露或将附与敌人者 为敌国或境外敌对势力之间谍 或帮助敌国或境外敌对势力之间谍者 其向之未遂犯法之 预备或应謀犯低向之罪者 处三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处理本条一修正动议审查会 条文之顺序依序进行表决 如果其中任何一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表决民党党团修正动议 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推打资争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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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表決結果 出席89人 贊成63人 反對25人 棄權1人 贊成者多數 座以下宣告 第107條 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通過 維持現行條文 不予修正 現在進行第108條 請宣讀審查會及修正動議條文 審查會通過條文第108條 在與外國或敵人開戰或將開算期內 不履行供給軍需支齊約或不照契約旅行者 除一年以上青年下有期徒刑 得聘割5000元以下罰金 因過事犯前上至罪者 除二年下有期徒刑均役或1000元以下罰金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108條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第108條 在與外國或境外敵對順利開戰或將開戰期內 不履行供給軍需支齊約或不照契約旅行者 除一年上青年下有期徒刑 得併合5000元以下罰金 因過事犯前上至罪者 除二年下有期徒刑均役或1000元以下罰金 宣讀完畢 現在進行處理本條1修正動議審查會條文之順序 依序進行表決 其中有任何議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民進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時間了 時間?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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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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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 出席89人 赞成63人 反对25人 弃权1人 赞成者多数 第108条 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通过 维持现行条文 不予修正 现在进行第109条 请宣读审查会及修正动议条文 宣查会通过条文第109条 泄露或交付 关于中华民国国防 因秘密之文书 图画消息货物品者 除一年上 七年下 有期徒刑 泄露或交付 结算之文书 图画消息货物品 于外国敌人 或其派遣之人者 除三年上 十年下 有期徒刑 前二项之 为随贩 发之 预备或因某份 第一项或第二项之 罪者 除二年下 有期徒刑 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 第109条 泄露或交付 关于中华民国国防 因秘密之文书 图画消息电磁记录 或物品者 除一年上 七年下 有期徒刑 泄露或交付 前上之文书 图画消息电磁记录 或物品于外国 或其派遣之人者 除三年上 十年下 有期徒刑 泄露或交付 第一项之文书 图画消息电磁记录 或物品于 境外敌对日历 国际广部组织 或其派遣之人者 除五年上 十二年下 有期徒刑 前三项之未遂犯法之 预备或阴谋犯 第一项之第三项之罪 这除二年下 有期徒刑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 一第109条 维持现行条文 不予修正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 一第109条 泄露或交付 关于中华民国国防 因秘密之文书 图画消息物品者 除一年上 七年下 有期徒刑 泄露或交付 前三项之文书图画消息 或物品于外国 境外敌对势力 或其派遣之人者 除三年上 十年下 有期徒刑 前二项之未遂犯法之 预备或阴谋犯 第一项或第二项之罪者 除二年下 有期徒刑 宣读完毕 现在一登记顺序发言 请徐永明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前面103条是通谋开战罪 104条通谋丧失领域罪 105条直接抗敌民国罪 106条单纯注敌罪 107条是加重注敌罪 108条暂时不履行军需契约罪 这些条文其实很清楚 敌人就是正在处理敌人的对象 所以实在地上党团的立场 是支持审查会通过的条文 也就是王定宇这边所提的 将外国敌人很明确的界定在那里 后来民进党党团修改整个立法体力 把他集中到115条这边 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实在地上还是维持我们原来立场 认为这些都是很清楚的在处理敌人 所以我们还是支持审查会的条文 但是很可惜没有机会来表达 109条这是关于泄密罪 这时候我们认为说 那就要区分很清楚我们的对象是谁 所以实在地上延续我们在国家机密法的立场 泄露或交付这些 我们有很清楚所谓境外敌对势力 国际恐怖组织 必须予以加重他的刑罚 所以我们觉得说 这个条文前面可以维持原条文 可是我们认为到泄密罪这边 他的对象应该要做区隔的待遇 延续我们之前的立场 泄密给中国的应该要加重提醒 这边恳取各党团可以支持 谢谢 现在进行处理 本条一修正动议审查会条文之顺序 依序进行表决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 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任何一案例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89人赞成63人反对25人弃权一人 赞成者多数第109条 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通过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 现在进行第111条请宣读审查会及修正动议条文 宣查会通过条文第111条 不予修正维持现行条文 时代类要党团修正动议第111条 刺探或收集第109条 第一项之文书图画消息电磁记录或误评者 除五年下有期徒刑 为外国或其派遣之人犯前项之随者 除一年以上青年下有期徒刑 为境外敌对势力国际恐怖组织或其派遣之人犯 第一项之罪者 除三年以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前三项之未遂犯法之 预备或阴谋犯第一项之第三项之罪者 除一年下有期徒刑 民进党团团修正动议第111条 不予修正 宣读外逼 现在一登记顺序发言 请黄国参委员 主席本院委员 这一次针对有关于刑法外患 以及泄露国家机密相关条文的修正 实在力量党团的立场非常清楚 在针对有关于外患罪的部分 从103条一直到108条的规定 清楚的反映出来了 它事实上都已经进入了所谓交战的状态 也就是在我们这一边一般大家所理解 而且实际上就是把它限定为敌人 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 在外患罪障当中并没有必要 去进一步的区分对象到底是谁 因为对象就是敌人 这个从法条上面犯罪构成要件 就可以清楚的显现出来 那只不过说 我们在委员会里面审查了半天了以后 最后不予修订完全是立法体力的改变 实在力量党团还是支持委员会审查通过的条文 因为既然都已经进入了外患罪的世界里面 本来就是敌人 没有必要明明看到大象在那边 却不敢提大象的名字 至于泄露交付有关于刑法上面定义的秘密 我们就认为有必要去区分你泄露的对象到底是谁 你泄露的对象是我国跟我国一般在交往的有国 或者是一般的国家跟泄露给我们的敌人 境外敌对势力 国际恐怖组织 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太阳 造成两种不一样死害的结果 我想不管是从台湾国家安全的保护 民主宪政的维持 还是我们回到刑法 最基本的理论 所有的罪责都必须要反映到 它所会造成的危险以及死害 能够清楚的反映罪责的条文上 我们还是主张认为 如果今天泄露机密的对象 是我们的境外敌对势力 其实不管是你把它定位成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政府 还是所谓的叛乱团体 对台湾所造成的危害 绝对没有办法跟泄露交付 给其他一般的国家相比 我们知道在国家机密保护法 每一个条文的表决当中 时代力量党团从一开始的提议 最后并没有获得采纳 不过我们还是认为有必要 在刑法修正的时候 藉由修正的动议的提出 清楚的表达时代力量党团 在这件事情的立场 现在进行处理本条一修正动议 审查会条文之顺序 依序进行表决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 条文 民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 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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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决定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93人赞成4人反对88人弃权1人 赞成者少数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高路移用委员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时代力量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 民进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89人赞成63人反对25人弃权1人赞成者多数 第111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通过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 现在进行第113条请宣读审查会及修正动议条文 审查会通过条文第113条 应经政府允许之事项未受允许 或十年上有期徒刑或十年上有期徒刑民进党团修正动应第113条 应经政府授权之事项未或授权 私与外国政府或其派遣之人为约定 却以获贝颇50万元以下法金 足以身损害于中华民国者 除其徒刑或亲年上有期徒刑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应第113条 应经政府允许之事项未受允许 私与外国政府境外敌对胜利或其派遣之人为约定者 除其徒刑或亲年上有期徒刑 現在一登記順序發言 請王定宇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這一次刑法的外患罪的修訂 目前要採取的方式是在115條之一 把前面對包含中國港澳 境外敵對勢力都涵蓋在115之一 來涵蓋外患之罪章 那在113條特別有提出來修正的原因是 現行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5之1條 還有79之3條 因今政府授權 未獲授權 私與中國進行約定協議者 我們的罰則是20萬到200萬 這麼輕的處罰 未受政府授權就去談國家應該要授權的事情 所以他說嚴重者也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罰50萬 所以在陸委會適用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這樣子的罰則常常被譽為叫做紫老虎 國家都敢賣了他也怕你罰這50萬20萬或200萬 所以本席我們在113條這邊 增加足以產生損害國家者 求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 讓刑法有一個更高的範圍 對每一個不一樣的行為能夠有符合比例原則來處罰 所以原來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五之一七之九之三一樣還在 但是如果為金政府授權 去跟中國相關地區簽訂的合約約定 損害國家者 我們可以把它有最高的量刑到無期徒刑 到7年以上 這是防止中共原子化分裂台灣的計畫 這是防止中共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這是防止中共利用他的大撒幣跟資源 來去台灣中央政府化 所以刑法在113條這一條增加量刑的行動 前面有個前提要損害國家 那就應該要達到這樣子 我必須再說一次 保護2300萬人所生存的家園 是我們不分黨派應該是共同的想法 我認為我們在這裡沒有一個政黨 會認為不需要保護 所以請你好好看這個條文 現行的一般的交流沒有問題 沒有金政府授權的一般事項 還是維持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但是足以損害國家者 求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 我們希望這個條文能夠得到大家支持 予以通過 謝謝 現在進行處理本條1修正動議 審查會條文之順序 依需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民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在財政黨調某文章中心 跳下了一條文章中心 報道結了三條文章中心 謝謝 制作人 表決結果出席94人 贊成5人 反對89人 棄權0人 贊成則少數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始終極論議条文辭案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89人赞成64人反对25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 第113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 现在进行第114条请宣读审查会及修正动议条文 审查会通过条文第114条 受政府是委任处理对于外国政府或敌人之事物 而违背其委任之身损害于中华民国者除无期徒刑或清廉上有期徒刑 实在内浪党团修正动议第114条 受政府之委任处理对于外国政府之事物 而违背其委任之身损害于中华民国者除无期徒刑或清廉上有期徒刑 受政府之委任处理对于境外敌对势力国际恐怖组织之事物 而违背其委任之身损害于我国者除无期徒刑或是年上有期徒刑 民进党团团修正动议第114条 维持现行条文不予修正 国民党团修正动议第114条 受政府之委任处理对于外国政府或境外敌对势力军事物 而违背其委任之身损害于中华民国者除无期徒刑或清廉上有期徒刑 宣读完毕 现在进行处理本条一修正动议审查会条文之顺序 依需进行表决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过 即不再处理其他案 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 民进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打赞 打赞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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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結果 出席89人 贊成63人 反對25人 弃權1人 贊成者多數 第114條 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通過 維持現行條文 不予修正 現在進行 增訂第115條之一 請宣讀審查會 及修正動議條文 審查會通過條文第115條之一 不予增訂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115條之一 本章之罪亦是用於地域或對象為大陸地區 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 或其派遣軍人 行為任違反各條規定者 依各該條規定的處斷之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第115條之一 不予增訂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第115條之一 本法所稱境外敵對勢力 細止於我國交陣或武力隊 這支國家政府或團體 主張對我國擁有主權並聲稱 於必要時將採取非和平手段 危害我國主權這國家政府或團體一同 現在依登記順序發言 請王定宇委員 到了最後一條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候 我們外患內亂罪 外患罪章 長期以來不能適用在共諜身上 我們待會如果陸續完成三毒 我們剛剛可以把國家安全這個重大漏洞可以補起來 我把剛才舉的例子更清楚說一遍 解放軍中校鄭小江 假退休 改以港商身份 來台吸收包括北干少將徐乃泉等十餘人 經查獲後 這一位解放軍的中校僅判四年 徐乃泉少將判兩年十個月 羅賢哲中共國安部臺灣特別處理科李佩奇少校 當時當任處長 在泰國吸收了羅賢哲 給予現金 給予美人計 羅賢哲回到臺灣之後 還擔任我們情報國防部情報處裡面的處長 交付我們電站情報重要機敏資料 給提供給中共的國安部 他因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刑法 有敵人的定義 所以處無期徒刑 原來是求處死刑 因為他自白完全交代 所以他被求處較輕的刑期 叫做無期徒刑 這兩個案例就讓我們發現 我們的刑法破了一個大洞 不足以保護我們兩千三百萬人的安全 我常常在溝通的時候 一直跟不同政黨的委員報告 我不會利用這個法的修法 來做政治的保態 所以你們認為敵人定義有問題 我們用別的方式把它定義清楚 這不是統獨問題 這是兩千三百萬人生存的問題 所以當刑法無法處理共諜 他的內亂外患罪章 失去效果的時候 我們兼用一百一十五條之一 把外患罪章的樣態 指明適用於大陸地區 港澳境外敵對勢力 或其派遣之人 一旦通過後 鄭曉江案所有的被告 將被判處無期徒刑自死刑 它是符合比例原則 否則經過減刑以後 出賣國家跟賣一個凶宅的刑期 一樣重 這是何其荒謬 所以今天一百一十五條之一 等於是重中之重 把所有外患罪章涵蓋進來 讓侵擾兩千三百萬人 利益 權益 安全 民主的敵對勢力 可以適用我們的普通刑法 所以我們懇請 我們在場的各位委員 我們可以不分黨派 一起守護我們的家園 能夠讓這條文予以通過 謝謝 請議事人員第115條之一 請議事人員補宣讀 補宣讀 審查會條文 審查會通過條文第115條之一 各章本章各條所稱敵人 位於中華民國交戰或武力隊 支持國家或團體 宣讀外筆 現在進行處理 本條一修正動議 審查會條文之順序 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 民進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社會議員 說明文貴主任 政府是大家 或許可sted 請議員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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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結果 出席94人 贊成25人 反對69人 棄權0人 贊成者少數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不通過 現在表決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民進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出席 銘庫 表決結果 出席94人 贊成69人 反對25人 棄權0人 贊成者多數 增定第115條之一 照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法委員會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 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委員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113條 因基政府授權之事項未獲授權 私與外國政府或其派遣之人為約定 除五年下有期徒刑 軍役或客戶賓客50萬元下罰金 足以身損害於中華民國者 除五期徒刑或青年上有期徒刑 第115條之一 本張之罪亦是有於地域或對象為道路地區 香港 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 行為仍違反各條規定者 依各該條規定除斷之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問委員會有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決議中華民國刑法 增定第115條之一條文 並將第113條條文修正通過 報議院會 本院委員柯建民等人針對本案三讀之決議提出副議 並請院會隨即表決處理 報議院會現在來進行處理本件副議案 現在進行表決 針對委員柯建民等人所提副議案 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記名表決時間一分鐘 現在開始 完成了 10分 1、6分 1、5分 1、6分 10分 11分 全 表決結果出席89人 贊成25人 反對64人 棄權0人 贊成者少數委員柯建民等所提赴議案不通過 繼續進行討論四項第十案 中華民國刑法第十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經本會期第六次會議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報告院會 協商已逾於一個月 無法達成共識 一立法院執權刑事法第七十一條之一 規定由院會定期處理 願意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廣泛討論跟主題討論都沒有委員登記 請先讀審查會及修正動議條文 審查會通過條文第十條 稱以上以下以內者 據連本數或本型計算 稱公原者為項列人員 依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制製團體所屬機關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而受國家地方制製團體所屬機關 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稱公文書者為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 稱重傷者為下列傷害 一 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事能 二 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聽能 三 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 慰能或秀能 四 毀敗或嚴重減損一支以上之機能 五 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能 六 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 稱性交者為非基於正當目的所謂之下列性侵入行為 一 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 肛門或口腔或是之接合之行為 二 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 進入他人之性器 肛門或是之接合之行為 稱電磁記錄者 未以電子 磁性 光學或其他相類之方式所製成 而供電腦處理之記錄 稱敵人者為與中華民國交戰 或武力對支持國家政治實體或團體 對中華民國軍事威脅者一同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第十條 稱以上以下以內者 據連本書或本型計算 稱公園者為下列人員 一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支持團體所屬機關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民公共事務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二 受國家地方支持團體所屬機關 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 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稱公文書者為公務員職務商製作之文書 稱重商者為下列傷害 以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事能 二 迴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低能 三 迴敗或嚴重減損羽能未能或秀能 四 迴敗或嚴重減損一均以上之機能 五 迴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能 六 其耐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 稱性交者為非基於正當目的 所謂真下列性進入行為 一 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 肛門或口腔或是之接合之行為 二 以性器之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記物 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是之接合之行為 稱電磁記錄者為以電磁性 光學或其他相類之方式所製成 而供電腦處理之記錄 稱境外敵對勢力者 位於我國將政或武力對決之國家政府或團體 主張對我國擁有主權並聲稱於平壤時 將採取非和平手段為害我國主權之國家 將政府或團體一同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十條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第十條不予修正 宣讀外畢 民進黨黨團與國民黨黨團分別所提第十條修正動議 均為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是否就依照兩黨所提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請問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決議 中華民國刑法第十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 由委員登記發言 請王定宇委員 謝謝立法院各位同仁 我們今天把刑法的一百零三條到一百一十五條 加上一百一十五條之一 三讀通過 他代表的意義是 耳後 共諜是適用外患罪章 破壞台灣的安全 終於有法律可以制裁 不像過去一個大的漏洞 只能從旁邊的特別法 去找到比較輕的制裁的方式 所以從今天開始 我們的不管是國安機關 我們的檢調系統 當它面對共諜案的時候 終於有刑法的法條可以適用 我們用一百一十五條之一 明白地指出 大陸地區 港澳地區境外敵對勢力 及其派遣之人 適用外匯做一張所有之法 包含未稅犯亦罰之 所以僥倖地想出賣台灣的利益 獲取個人的發展 我們的刑法將可以直接保護我們的國民 所以經過兩年的時間 各個黨團的努力 我們今天把刑法的外患罪章開啟新的一頁 希望這是台灣安全更加確保的一頁 包含過去修訂的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 把共諜判刑定驗的退休縫予以全數檢測 這個去除 加上組織犯罪條例 把組織持續 並有營利性質地把營利性質改成禍 這每一條每一條建構起來的 就是我們國家安全的法律體系 但途法不足以置行 我們期待檢調系統 司法系統 對於日漸滲透台灣 破壞我們民主 傷害我們2300人未來的這樣的事情 能夠有新的法律工具讓他們運用 也希望他們提出境 好好把相關的破壞都把它處理好 謝謝